藥局也能賣冰嗎 只見藥師把奶茶倒入機器裡 就能做出奶茶口味的雪花冰 再搭配餅乾 巧克力 棉花糖等配料點綴 傻有其事 甚至標榜還能加入益生菌 月季六月開賣的 結果先引來衛生局雞茶 每一項配料主義檢視 結果太恐怖了 檯面上14種冰品配料 當中有兩項巧克力餅乾 還有兩種果醬 以及兩項玉米片 統統過期了 時間長達四個月到一個禮拜不等 而其中玉米片過期最久 長達一年 還沒開賣就先挨罰 不只配料過期 就連主打的益生菌 也都沒有藥品許可證 業者拿不出合法購買瓶證 而且販售的藥局 還是高市健保特約藥局 林最懂得相關醫藥產品規定的 結果卻販售來路不明的 益生菌冰品 透過美食部落客宣傳 還好還沒吃出問題 還好還沒吃出問題 就是很涼拽 他的出自本意就是他吃那個想法說 啊 人生苦短 對 每個面對藥都是苦的 就是療癒的感覺 含冤說是利益良善 目前也緊急停賣 但配料過期 和益生菌來源有問題是事實 針對違法部分 公司衛生局表示 將會從嚴辦理 T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